今天我們來到這間在宜蘭蘇澳 新開幕沒有多久的光綠暖道 那這間民宿真的超漂亮的 我一在網路上看到照片 就私訊老闆娘了 我覺得等一下裡面 一定可以拍到超多美照 這間民宿的停車場 外面就種了一排落雨松 一進來整個感覺就超級美的 而且這間民宿的地點很好喔 你來到這裡 不管是你要去宜蘭東山河 或者是傳統藝術中心 或者是宜蘭版的波浪大道 你住在這邊都很方便喔 那如果你也正在找適合兩天一夜 小旅行的民宿的話 那就跟我們一起去看看吧 GO 他這邊算是一個獨棟的民宿 一樓這邊是餐廳 廚房 是共用的空間 然後二樓這邊是有三間獨立的房間 一間 兩間 三間 他這邊外觀的設計 整個就已經超美的 而且外面還有非常多的植栽座造景 這根本就是所有女人的夢想房子嘛 難怪你一網路上看到的時候 都馬上傳給我 馬上叫你訂起來 真的超美的 你看這裡還有腳踏車可以租耶 嗯 等一下我們來租 他這間民宿一進來啊 門口前面就有一張小桌子小椅子 感覺就很適合讓人晚上的時候 在這邊喝喝東西啊聊聊天 吹吹風 感覺就很舒服 哇 他這邊一進來 右手邊就是一個很大的客廳 超美 這個玄關的擺設也是超美的 真的 那一進來的裡面呢 就是他們的餐廳 那邊的早餐也是在這邊吃的 這裡還有一個旋轉樓梯耶 超酷的 這邊上去就是其中一間房間 然後餐廳的對面就是他們的廚房 欸這就是你的夢想廚房耶 還有一個中島在這邊 可是他這廚房啊 是給民宿老闆娘隔天做早餐使用的 所以我們來這邊的話 他們的廚房這邊呢 是屬於他們私人的區域 除了廚房以外 還有冰箱都是不能使用的 這裡還有一個超美的toaster 然後你看他這個鑰匙 還放在這個很有質感的皮革袋裡面 然後還上面還印有他們的logo耶 他一樓這邊還有一個非常大的露台 可是他這邊的烤肉架是不能使用的 先帶大家來看看我們的房間好了 他這個民宿有很多空間都是公用空間 然後三間房間的房型 都是有三種不同的風格合體的 那走吧 我們這次住的這個房型是樓中樓的房型 這間呢是走一個比較美式休閒的風格 他這邊一進來就有一個香氛的味道 我們這間啊是雙人房 那因為他是樓中樓的房型 所以如果說你要再加兩位的話也是可以 那他這邊一樓啊 除了有一個很大的雙人床之外啊 這邊還有一個茶水櫃 哇你看他這邊還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咖啡杯組合耶 還可以自己在這邊泡咖啡 然後他這邊還是用這種膠囊咖啡 這邊裡面有幾個不同的餅乾耶 可以吃的 他冰箱裡還有是這個高級的水 我覺得他這邊很棒的是他床邊的外面就是一個很大的陽台 就有一個 就有一個很棒的view 早上起來眼睛旁邊就是這個田園的風景 Medi你看他這浴室旁邊還有這個浴袍耶 你們可以穿 哇你看這個浴室超大的 真的而且他這個應該是因為他是四人房 所以他有兩個臉盆 哇你看還有這個大浴缸耶 欸他這個洗澡都是用歐書單的 我聞看看香味 很香的 欸你看他這個還是用黑色的耶 很搭配他整體的設計感 他這邊浴室啊雖然是透明的 但如果說你跟朋友來的話 就可以把這拉臉也拉下來 這個地方真的蠻適合情侶的 但你帶你的女伴來的話 就會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女伴會一直說 啊我好希望我未來的家就是長這樣子喔 走吧我們上去看看他們的樓中樓 哇這樓地很陡耶 難怪他們不接待12歲以下小朋友 哇你看他這二樓的空間也很不錯耶 依我這個身高來說 我們來來拉看他們外面是什麼 哇這是個田園的 view耶 這是一個田園的view耶 我們來參觀他們的另外一間房間 這是歐洲 Fargo 法式歐風的房間風格 這一間呢比我們剛那個小 他就是一個正常雙人房的大小 然後沒有夾層 他這邊每一間採光都非常的好 然後空間感也是很舒適 fue 很大 那他這邊的雙人房除了有一個沙發之外 還有一個很大的露台 整個感覺就是蠻讓人放鬆的 這個浴室超美的耶 真的 我家裡面有一個這個浴室嗎 欸這浴室這麼大 哇他這裡的呆整是全套的耶 而且他還可以讓你選擇說你要用什麼樣的風頭 他有一個小植栽還是愛心的形狀 在他浴室外面這邊還有一個小小的涼亭 旁邊還有種一些樹耶 他這邊的房間好像都還蠻適合朋友啊 或者是情侶 他這邊除了我們剛剛那間A01 還有這間A02之外 還有一間A03的 可是他們比我們早要check in 就不能進來拍了 聽說那間也很美 好啦我們現在晚餐來到了 南方澳這邊的真主流海鮮餐廳 這間餐廳呢就是在南方澳一個非常不企業的小店 可是這間餐廳非常厲害喔 在這邊點餐啊 就是直接在這個海鮮的櫃子裡面 他今天有什麼樣的漁獲 你就問他說 你想要用什麼樣的噴煮方式 他就會做給你了 你看他這個蛤蟆超大顆的 他們這邊的生魚片 就是看今天有摸到什麼魚 就會出什麼樣的生魚片 這個是我們點的蝦子 他特別說蝦子直接用水煮就可以了 他的蝦子雖然小小吃的 但是吃起來很新鮮很甜 這麼貴是在漁港吃的喔 旁邊就是海鮮啊 メディ你看他蛤蜊超大顆 真的耶 我吃 你看他這個蛤蜆收 炸過了之後還可以這麼大顆 就可以知道他原本有多大顆 來到宜蘭啊 就是有這種溫泉空心菜 他這個都這麼粗這麼大一個 但他這個吃起來不會很硬喔 メディ你看他這個魚湯 魚肉比豆腐還要多耶 你有看過魚肉比豆腐還要多的衛生湯嗎 呵呵呵 喝成醉 沒有啦 沒有啦 這東西都很新鮮 而且在點餐的時候 他只有發現我們工作有小朋友 然後就會幫我們可以提前 不是炒辣 對啊 他就會跟我們說 欸這東西我們不把你炒辣 因為你們有小朋友 蠻貼心的 對啊 餐結束後呢 我們要來吃這個 我從高雄訂的這一間 第九號乳酪蛋糕 這間我訂了超久喔 等了很久才拿得到 還有這個去吃餅乾的 這間在高雄呢 總共有三間店 那目前呢 在高雄以外 要吃的話 就真的是只能網路上 慢慢排隊慢慢等的 超美的喔 你打開來看看 這什麼啊 這玫瑰花耶 他這個一盒有四種口味 綠玫瑰這個是抹茶 然後白色的這個是 夏威夷豆乳塔 紅玫瑰這個 複盆子巧克力杏仁塔 這感覺就很好吃 這個感覺就是一朵玫瑰花送你 然後黃色的這個 大家可能比較熟悉這個是 黃色的檸檬塔 他自己加上去 有賣那個玫瑰塔 跟那個曲奇餅乾之外 他還有賣像這種千層蛋糕啊 這種巧克力蛋糕 這看起來就很好吃 那我們先試吃哪個 我們應該這個好了 好 那你先試吃這個 什麼 怎麼樣 是不是很香 好吃 好吃耶 他這個送來的時候是冷凍的 然後他特別有交代說要放在冷藏 他這樣吃起來才會有這種酥酥脆脆的口感 我先來切這個夏威夷豆乳酥 我要來吃這個 夏威夷豆口味 他下面就是有夏威夷豆 然後中間這一層是檸檬醬 好吃喔 他下面這一層就有吃到夏威夷豆的果粒這樣 好了 這口給我 這麼好吃嗎 你剛才不是說吃不下嗎 我覺得可以的 上一個 好了我們要來開箱下一個 這個最漂亮吧 對阿這個最漂亮 剛才那個白色真的好吃耶 吃下去有一個回甜的味道 佩芸剛剛看你吃飯都沒有這麼專心 他這裡面有奶油跟黑巧克力 哇你看這剖麵圖多美 有些酒味的那個 這個的餅乾跟那個餅乾不一樣 我跟你講真的 你說有酒味我有感覺到 有一點點 可是他還喜歡什麼酒味 我覺得跟他的巧克力蠻搭的 但他其實就是故意用酒搭巧克力的感覺耶 就是純刺跟粉餅 嗯 這個也很好吃 上面這個乳酪奶油有一點那個 檸檬粉味道 喔檸檬 他那個是剖盆子 就是酸酸甜甜的 他這個檸檬塔切起來比較軟 他都是檸檬醬側面 哇好多檸檬醬喔 嗯 很酸 檸檬塔 這個檸檬醬吃起來很貴耶 檸檬塔人 好要喝你吃的啦 看了佩芸一直在舔舌頭 在舌頭 哎呀 欸你看這個三層次的耶 抹茶布雷 這一個很美耶 你看 我覺得他們這一家的上面這一層乳酪很好吃耶 而且他的層次他都搭得很好 每一種口味的層次都搭得很好 這裡有他們這三間店的聯絡資訊 如果有想要的話 我也把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在他這邊啊 晚上整個就是超級的舒服 你可以在他這個民宿外面散步 然後你就可以聽得到蟬啊 青蛙的叫聲 配合這個鄉下涼涼的風 真的是超舒服的 好啦先睡啦 晚安 早安 嗨 早 早安 沛芸 早安 在客座外面啊 就有一個這個陽台 你就可以在這邊 邊看山邊看校塵 邊刷牙 很美齁 你看 天空之鏡 你看這外面 這邊早上就很適合 讓人還沒有醒來的時候 就坐在這邊然後放空 看著前面這片風景 好吧 去吃早餐啦 你看趁這個 餵啊 來看看他們的早餐 你看他們早餐一開始就會有這個生菜沙拉 他這邊的每一個東西都好精緻喔 我動每一家都好小心 他這個沙拉的青菜種類非常的多 還有秋葵玉米 你看沛芸 你看沛芸吃成這樣 你知道他平常不吃菜嗎 可是他現在居然可以吃生菜 真的喔 真的他不愛吃耶 他自己吃很多 真的 我剛剛看他一直在吃耶 他一直在吃 一個早晨從這裡開始感覺很棒 真的 我又開始期待 接下來會有什麼東西 接下來還有什麼呢 看他這個蛋 做得好精緻喔 要開民宿真的還很不簡單 你看老闆娘又要漂亮 我要一晚會下廚 還要會打掃 我覺得我還是不要看民宿好了 真的耶 你完全不行啊 我只會打掃 那你可以應徵打掃阿姨 你看我們現在早餐就做到這邊 然後背景就是個 一大片田園風景 超級美的 吃了這個跟田園風景一樣的早餐 沙拉跟蛋之後 上來的就是吐司 可以選擇巧克力吐司或白吐 然後白吐司還會有這兩個奶油跟果醬的醬 你看那個刀子 超美的 這吐司好好吃喔 我第一次吃到巧克力吐司耶 因為你是沒有吃過像這樣子 一道一道上的早餐 超精緻的齁 整個超精緻超美的 而且它也是外面的景色 超棒超舒服 在這邊吃早餐好像在吃西餐一樣 真的耶 還有主餐耶 我們早餐還有這個鮭魚可以吃耶 而且超大 而且煎得超漂亮 對啊 那個早餐也太豐盛了吧 在上面還有這個放這個米蝶香 好吃 我覺得我們應該不用吃午餐了 它這鮭魚排煎得很好耶 吃起來不會讓你感覺到那種乾乾的感覺 吃起來油脂很豐富 聽說是老闆娘親自挑選食材喔 其實我覺得來到這邊啊 就算不去市區不去一些景點 這個整個的度假感也是非常的棒很放鬆 你就可以在這個室內空間啊 或者是去附近的田園走一走也是非常的棒 或者是騎騎他們腳踏車 你來到這裡啊 就可以完全感受到民宿老闆的用心 甚至你可以直接從民宿呢 望向這整片田園的景色 整個就是超級療癒我們這些都市人的 而且每個女生來到這些民宿啊 他們都會想說 哇我以後我的家一定要把它裝潢成這樣子 我什麼地方一定要弄得跟他們一樣怎麼樣怎麼樣 真的是超美 我覺得不只是女生吧 其實你剛剛也是覺得這個民宿超美的 真的超美的 不管男生女生都很喜歡 非常推薦你來喔 而且他們的早餐真的是超級精緻超好吃 超豐盛 好啦那我們要離開這個民宿啦 掰掰 掰掰 謝謝 掰掰